读书时间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征明 欢迎回到读书时间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本书 真的是我今年到目前为止 看过的最好的一本小说了 就是我手里边拿的这本 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写的《蛇结》 这本书是男主的日记 所以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 故事就发生在作者生活的时代 也就是男主的日记 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法国 团结的家庭当然也有 但是想想有多少家庭 夫妻二人每日互相恼怒 互相憎恶 却还要在同张桌子上吃饭 对着同一个洗手吃洗漱 在同一床背入下入睡 反正就是鲜少有人离婚 真是令人嘖嘖称奇 他们互相讨厌 却仍要生活在同一个无言下 逃无可逃 这是这本小说开篇第一章里的一段话 而这个小说的叙述者 也就是这个男主 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度过的 男主呢出身于农民阶级 是在一个这个农民爆发户家庭里边长大的 所以他呢一方面因为自己的阶级出身 而感到自卑 对这个资产阶级啊 心怀仇恨和鄙视 而另一方面呢又因为有钱 所以呢觉得别人对他好都是图他的钱 不过这个男主还是非常优秀的 靠自己的能力摆脱了自己的阶级 干了一辈子的律师 功成名就 然后投资呢也很成功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现在呢又当上了祖父 和这个子孙三世同堂 在我们看来 简直就是人生的大赢家了是吧 然而呢这个68岁身患心脏病 卧病在床的老人 此时此刻心里面全都是对自己家人的仇恨 这十多年来满脑子里边想的都是 怎么样才能报复自己的家人 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子孙 无法继承自己的财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这个男主的视角看来 他的妻子也就是女主 依莎 一点都不爱他 而且一直在对他实施冷暴力 一直在无视他 而他的子子孙孙呢 满脑子里边想的都是怎么样 在他死后瓜分他的遗产 而这个男主呢 他其实从小就是一个性格特别不讨喜的人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跟女人们相处时 出于腼腆和自负 我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说教强调 这令他们深恶痛绝 我从未留意过女人们穿什么裙子 越是发现什么东西会让他们不快 我越会变本加厉地 渲染自己身上一切令他们厌恶的特质 我的青春不过是一场漫长的自杀 担心真实的我令人讨厌 于是我连忙另外营造出一个刻意不讨喜的我 就男主就是这样一个人 而女主呢 却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上流社会的贵族 所以当女主爱上男主的时候 男主一开始是很激动的 他就觉得女主既然是上流社会出身的 所以他肯定不是图自己什么 用男主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我怎么会相信一个年轻的姑娘能爱上我呢 我是一个没有人爱的男人 所以男主一开始还是很激动的 但是当男主得知 女主曾经和另外一个男人定过婚之后 男主的心态顿时就变了 他就开始觉得 女主这样的贵族小姐之所以愿意嫁给自己 肯定是因为跟前任没戏了 所以才找自己当接盘侠的 于是呢 男主就开始憎恨女主 开始嫉妒女主的前任鲁道夫 那男主的心态呢 就像他在日记里边写的这样 鲁道夫不会让你幸福 因为他帅 他有魅力 他人见人爱 也就是说幸亏我长着一张不争气的脸 外表看起来不好相处 拒人于千里之外 所以才能给你带来安心 而当男主和女主的孩子接连出生之后 这个男主就更加痛恨女主了 因为他觉得女主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孩子们身上 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当个人看 完全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提款机 所以男主是既恨女主 又恨自己的孩子 就像男主在日记里边写的这样 他说 再更好地看清你对我毫无兴趣 你眼睛里只有这些鬼酷狼嚎 嘴巴贪婪的小崽子之后 我才渐渐萌生了对你的恨意 你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我不到30岁就当上了民伤法律师 虽说成天疲惫不堪 但我被业界誉为青年才俊 被誉为仅次于巴黎那位同行的 全法杰出律师 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男主他出身于农民阶级 他有一种自卑感 他特别需要成功 特别需要别人的认可 特别需要别人的崇拜和仰视 尤其是女主 为什么 因为女主是一个来自上流社会 资产阶级的这种小姐 所以他特别希望女主能仰视她 崇拜她 但是呢 女主却专心致志的买孩子 于是呢 男主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 就像男主自己在日记中说的那样 他说 在我最光辉的时刻 在东西半球的报纸 纷纷将我的肖像 印上他们的摆面时 你都没有对我有过任何的仰慕之情 也就是说 男主心里面这方面的需求 一直都没有被满足 那为了满足自己这种强烈的需求 男主就在外面另找了一个情人 但是 男主是怎么对待这个情人的呢 我不仅让他处于窘境 让他近乎贫穷 我还要让他随时听任我的支配 让他见不到任何人 这样我可以在罕有的闲暇时分 随自己的好物 对他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他成了我的私有物品 我对物品占有 使用 甚至滥用的习惯 沾染到我对人的态度上来 我需要的是一群奴隶 这是我唯一一次 觉得自己遇上一个 与我需求相匹配的牺牲品 那很显然 这个情人总有一天会受不了他 所以这个情人后来 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巴黎去了 把他给甩了 然后呢 这个情人给男主 生下了一个私生子 男主呢 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私生子 但是每个月呢 都会给他们母子打取生活费 而现在呢 这个私生子终于派上用场了 为了报复自己的家人呢 男主决定在临终前 把自己的所有财产 都转移到这个私生子的身上 让女主和他的孩子们 拿不到一个字 于是呢 趁着身体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男主就一个人去了巴黎了 但男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自己是这么解释的 他在远离我的地方 被抚养长大 不可能恨我 即使恨 他恨的目标 也不过是一个 与我本身并无瓜葛 颇为抽象的存在 这个男主的如意算盘 打得特别好 他就觉得 等自己做完这一切 自己差不多也该死了 然后等自己死了之后呢 这个女主就会变成自己的遗孀 然后看到自己的这本日记 了解自己的心路历程 然后自己就会成为 女主心中永远的痛 但是呢 让男主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男主决定把 这个遗产给自己的私生子之后 自己的私生子竟然背叛了他 联系了他的亲儿子们 然后呢 这个私生子就和他 同父异母的这个兄弟们 达成了和解 决定一起平分这笔遗产 而让男主更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一个人在巴黎悄悄地 进行他的报复计划的时候 女主却在家里面中风去世了 直到看到这个女主的官国 躺在自己的眼前 男主才终于意识到 自己做的这一切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于是男主就把这个情绪发泄了 发泄在了自己的儿孙身上 说他们整天光惦记自己的财产 整天光背后说自己的坏话 孤立自己这个老头 而他的这个儿孙们呢 也反过来指责他 说谁让你这个当爹的 整天光跟自己的家人作对啊 那发泄一番之后呢 看在去世的女主的份上 这一家人才终于平静了下来 然后呢 男主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决定把自己的所有财产 都分给自己的儿孙们 然后自己只留下一套房产 来给自己养老 之后呢 男主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他说 如今我一无所有 却也不觉得贫穷 我想这种执着于土地的表现 是我作为庄稼人 作为庄稼人后代与生俱来 深入体肤的本能 他们怎样想我呢 大概是觉得我被打败了 我让步了 觉得他们赢了吧 可是每次来看我的时候 他们又显得格外尊重 格外感恩 而在整理女主的遗物的时候 男主也发现 这个女人生前对我 并非无动于衷 我在他心中也曾掀起过波澜 然后呢 就在那之后没多久 一个非常寻常的一天 男主在写日记的时候 突然间猝死了 这就是这本 舌节这本小说 讲的这么一个故事 那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 这本书为什么叫舌节呢 其实是因为 男主是一个有心脏病的人 就是我觉得这本 中文版的这个封面 设计的特别好 是一个心脏 镂空的心脏 然后里面是一团 就是这个舌节 就是因为男主他觉得自己的心脏 就像是被蛇层层包裹 层层紧紧的缠住了一样 男主确实有心脏病 但他真正的心病 真正让他感到痛苦的那个病 其实是那个无形的缠在他心脏上的舌节 就是这整个故事读下来 给我的震撼 真的不是三言两语能概括的 就是作者把这个男人塑造的 太真实 太丰满 太立体了 其实看下来就会发现 男主的悲剧 主要就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他的阶级 一个是他的性格 他有一个让别人厌恶 也让他自己厌恶的性格 而且骨子里边 还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他总是用金钱和物质 来衡量自己的价值 并且希望自己的家人 能认可自己这方面的价值 但是当他的家人 算计他的财产的时候 他却又因此而憎恨他们 就很矛盾 那男主就是这样一个 既可恨又可悲 既折磨自己 又折磨别人的人 这个女主生前呢 靠着自己对上帝的信仰 不断地让自己和他人和解 但是男主呢 是在女主去世之后 才真正地跟自我达成了和解 所以说这本书 最后的结局 其实还算不错 我相信大家 在听完我的讲述之后 都能够我有同感 就是现实中像这样的家庭 实在是太多了 但这本书 毕竟是一个 法国人写的小说 所以其实故事中的很多内容 还是被他浪漫化处理了 就比如在这本书里 你其实能明显地感受到 这个男主和女主之间 其实还是彼此相爱的 就比如说 虽然男主这个死德性 导致女主一直不愿意搭理他 但是当儿女说 自己父亲的坏话的时候 女主还是会站出来 维护他的丈夫的 而男主就更不用说了 是吧 男主所渴望的东西 其实就是女主的爱 只不过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就像这本书的 这个岛屿说的那样 他说 我们并非真正了解自己 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所愿 并每每与之 无限背离 但是现实就没有这么浪漫了 现实中绝大多数夫妻 是真的互相嫌弃对方的 甚至连对方呼吸都厌恶 但是呢 他们却还是会生活在一起 尽量去想对方身上的好处 努力说服自己 也说服别人 我很幸福 而这呢 其实也就是婚姻的本质 这个作者弗朗索瓦 他能把这个人物塑造的这么立体 这么丰满 这么真实 而且把这个痛苦刻画的这么生动 我觉得这个诺贝尔奖 他真的是当之无愧 那我这一个视频呢 其实只能让大家对这本书 了解个大概 就是对这类题材感兴趣的小伙伴 你最好还是去 亲自读一下这本书 感受一下 这本书我真的是强烈的推荐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阅读丰富人生 我是安征明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